113年元宝地禁法补偿作业 各乡镇市公所都已经开始受理申请 不过封冰箱在去年仅有99公顷申办通过 引发了各个部落族人的关注 尤其各部落事务组长 也在今天上午的工作汇报当中提问讨论 乡长邱福顺也亲上火线说明 并且表示已经加强宣导 而且今年盖沽申办的面积会达到130公顷左右 相较于中央山脉元乡 海岸山脉申办元宝地禁法补偿数量少且关卡多 乡公所新的一年第一场部落事务组长工作汇报 部落头目披头就问 因为我们这个海岸山脉补偿是挺少 中央山脉那么多啊 他们都给我讲头门多了 11年跟110年前的那个所思维资格的人 但是还没有来申请的人 我们不在做第二批的通知 即便乡公所主动造册即发通知书 来通知乡亲民众来申办 不过部落事务组长认为宣传力道还不足 建议能够逐村逐部落的来广为周知 请会所召集一下部落 等于相当于影响的村民大会 我们都不管不过道了 一般的这个会议就可以了 不会我们会去办理 就是各村的宣导 还有文庄的宣导 都会去做 面对各部落事务组长高度关注原保地权益 全城从头做到尾的乡长 求福顺也亲上火线说明 同时制定今年度原民政令宣导工作 不让族人权益给睡着了 原民汇发的钱状 然后第一幕呢是灵业用地 账位编定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什么 自然保护区 都可以申请 还有它的面积是有成长没有错 但是还是有的都没有来申请 所以像这样子的那些遗漏的 是不是可以直接做一个清测 冯冰箱去年度完成 原保地禁法补偿有99公顷 现在越来越多族人关注起来申办 公所就概估今年申办面积 应该可以达到130公顷左右 由于从1月1号起 就已经开始受理申办 相公所除了是加强宣传 也特别提醒民众 可以透过手机网路来申办 不论是马路还是网路 双管齐下提供族人更便捷的服务 记者是玉兰封冰采访报导 请查看